馬主持杯 大家好 網路的朋友來問顧問說 現在三月到了 他有參加一些繞境活動 就可以 軟軟腳 那軟得要可以洗澱 那怎麼樣的洗澱呢 才是最有用 那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顧問從小拜馬主 常常軟軟腳 到了長大了以後 到了大公司做主管 常常叫這個年輕人 帶著年輕人回北港參加繞境 來軟軟腳 從那時候三十幾年來看 這個軟軟腳有產生的 有效果的 產生這種奇蹟的 大概是怎麼樣的經驗 來分享給各位知道 那我顧問都是這樣去跟他分享跟教導的 那我記得我有一個小時候 年輕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那因為我應屆就考上 上了大師了 那他第一人沒有考上 他第二人就重考 那我跟他聊天說 你可以去拜馬主 因為我大部分那麼幸運考得上 馬主都是有幫忙的 你可以去三月十九的時候 北港繞境的 來到北港來 拿去求馬主 去軟一個軟腳 就可以 他會接受我的建議 然後我就跟他講 你要求馬主 你不要洗太多的葉 你告訴我 你想考上哪一首寫下 他說他很喜歡畫畫 當然想上那時候是會果立的藝磚 可是他的學科不太好 他希望馬主的幫忙 我說好 你盡量這樣要努力讀書 去補習 去學科要補習 你還需要努力 可是我們就去軟腳 我們去求馬主 你就開始這個練頭 就去北港馬主廟跟馬主講 我希望今人 實際上考試的時候 能上哪一所學校 哪一個科系 非常明確地禱告 目標 跟馬主講 很虔誠講 你也很心裡 心裡非常相信 馬主和佛他會幫助你 會幫你相信馬主的能量 因為信是所有宗教的入門 所以我奇蹟發現的一個起源 你不信則沒有辦法去互通 他就到廟裡面去拜拜 然後我就帶他到處去追教班 教班要有機會 剛好有個教班 剛好可以壯教師 我就告訴他 你在壯教師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要想 你就跟著走 很虔誠的何者長跟著走 因為你的身體 要能拜馬主 恭敬馬主 你相信馬主 他會 你拜他弄腳的效果會很好 就是馬主的話 你也恭敬這個話 當然恭敬真 傳這個話給你 你對 要相信我 不屑的樣子我要講 你很不屑 不相信我講的話 你要相信把你傳話的這個人 你已經恭敬三寶了 當你上去堡氣的時候 你就跟著合掌 跟著教主走 然後跟著馬主拜 那奇蹟是真的有個奇蹟 抬起教主 大家裝 剛好可以裝 那裝的時候 當那個教主要過的時候 你就是禱告 一個很專制 專制等於神通 就可以通神了 你說專制 我希望今年是假 我可以考上哪一首學校 哪一個科系 你說專制 求馬主 求這個媽媽來幫你 把你排斥你一些可能的因果的問題 一些不好的狀況 讓你很好的環境當中 就可以考試順順利利了 能發揮 你就這樣 然後你也禱告 我一定會回來感恩馬主 明年的三月 馬主生日說你一定回來 拜拜 來感恩馬主 生日每年都會回來 跟他祝福 祝受 你這樣跟馬主寫了宴 然後自己實際上要努力 自己的寫科 參加多家長的寫科 書科人不錯 你就家長寫科 你就要求馬主 果然 這個從年輕的時候 大概我大一的時候 這個就開始帶人家 如果去撞到腳 去拜馬主 果然 我們這個同學 考上了什麼 他所要的 等於說地獄志願 以畫畫的人是國立一專 然後其實是那個誰科 地獄志願 考上去 非常奇蹟 那當然之後呢 陸西陸西 已經六十歲了 我都帶了很多人 我就跟他講 你要裝這個教室 你一定要生信 這是大法 這是道家裡的法門 我會幫你解三十六二 那你就再去 像我在撞教室 因為我常常拜馬主的 能撞教室 我就招呼同修去鑽 我也會去鑽 我在鑽的時候 就會告訴他 我哪裡不舒服 馬主能不能保佑 親人身體能健健康康的 這個毛病不要造成障礙 我就求 我求不是只有在鑽教室那一剎那獎 而是那一天十九號熱鬧 我要準備裝教室 我就會先到廟裡面 正殿裡面跟馬主禱告 我去求什麼 然後我在一個一個 教室跟著走 可以裝到教室的話 我就會講 保佑這一個部分 目標很明確 單一 我們小兒子生病 正在病中 我們要去裝教室 要求他 帶著他的衣服 你要先到廟裡面去拜 拜完以後 我們跟著教室會拜 如果說你是沒有到廟裡面去 剛好教室來 所以你突然間想跟馬主求什麼 你就先跟馬主拜 跟著教室裡面跟著他走 跟著他拜 停下來 你也可以跪著跟他拜 晚上跟他走 你們轉教室的時候才下去轉 同一所洗同樣的夜 非常專注 很強烈 那個墊坡就可以打到速度空間 一觸遠空間 馬主就被接受 而這時候馬主在慶典非常高興 能量換鞭炮 能量都很強之下 他就會賜給你 很多的奇跡就會發生 這是我的經驗 所以專教室要如何去禱告 最有效用 這是官的經驗 你是專制一個目標 然後非常虔誠 你的身體非常虔誠的 你拜馬主 到廟裡面拜 當然教室是跟著走 拜 跟著走 不是一下子跟著走 然後跟著拜 你就機會在那邊跟著跟他拜 他停下來 就跟他禱拜 三跪九寇 對不對 你身體拜 你的心練著馬主 我希望馬主幫我這個 希望馬主幫什麼 馬主是可以訴求的 是可以求的 就是你心裡一直想馬主幫我什麼 幫我幫我什麼 當然你一定要感恩 明年一定會回來 謝謝馬主 當然繼續 明年繼續求你所要的東西 然後你的嘴巴一定要練出來 感恩馬主慈悲 謝謝馬主 希望馬主 所以你一直練馬主 一直練馬主 所以合著長跟著教師走 拿著香跟合著教師走 有機會亂個教科 就是我們的福寶 不要勉強 不要硬強 馬主這個言他有給你 你會發現 所有奇蹟都會出現 當然要分享奇蹟 很多人說 顧問你能不能講一講 顧問要講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多 因為再多沒有用 都是別人身上的奇蹟 倒不如你自己去實驗 自己跟馬主解這個言 你就好好的洗一個驗 然後去求馬主 你看看結果會怎麼樣 這才是 所有的奇蹟在別人發生 不如在自己發生 再跟你馬主的感應 那會不會發生 在你恭敬馬主的心 恭敬馬主的行為 恭敬馬主的口 深口意 都要想著練馬主 練三把 要相信馬主 相信馬主的話 相信馬主的真 講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個理念 所以任教教育的理念 就是目標專注 專注等於什麼 神功就單純一個 第二個 最重要 你一定要相信 要堅信三把 恭敬三把 歸一三把 以上的是顧問的分享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馬主的指定 馬主的指定